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CBA,关注一下山东南岚 那我们知道山东南岚的话在第一阶段由于更换教练 其实导致整个战术体系都要退到重来 同时的话也有不少新的球员加入 像刘贯辰,像乔文汉,包括丁岸宇航的回归 这些都使得球队在第一阶段的战绩遭受了比较大的影响 目前仅仅以6胜7负的成绩排名联赛第11位 可以说徐昌所的指教能力是遭受了比较大的质疑 不过山东南岚的记者夏晓斯 已经是做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消息预告 那么就是在本周六 就是在基本上是一个本月月底的时间 那么山东南岚将会重新进行集结 进行一个备战,备战的时间相对是比较早的 同时的话我们说一直山东南岚球迷比较期待的 或者说是比较关注的山东南岚的总教练龚鲁明 也将会在12月1日正式上任 跟随球队一起去参与在第二阶段开始之前的这段集训 那我们知道其实很多山东球迷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也是非常希望龚小斌能够回到球队当中 但是就眼下的情况来看 这种概率是比较小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给虚商所找一个经验丰富的教练员来协助他 无论说是在三前的备战也好 还是说是在这个这种临场的指挥上也好 能够有一个幕后的军师 帮助他弥补他经验上的部阻 就像是扬明身后的侥幸权一样 那我相信龚鲁明的到来 肯定是能够起到这样一个作用的 我们知道龚鲁明的话 此前是作为NBL安徽文医俱乐部的董事长 兼总顾问这样的一个角色 把这支球队打造成NBL的一个总冠军级别的球队 可以说也是相当具有能力的这种总览全局也好 包括这种选人用人也好 都是有他独到的一套 同时在临场智慧方面 我们也知道龚鲁明 上世纪90年代就曾经作为中国南兰的主教练 接替小新权 在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 对吧 拿到了这样一个世界前八的位置 这也是中国南兰第一次在奥运会上打进前八 因为94年的那次前八的话 其实是世锦赛的前八 所以说他的经验是非常丰富 地位也是足够的 这两方面的话都能够弥补徐昌所的不足 所以说相信龚鲁明到来之后 我觉得对于整个山东南兰在第三阶段的一个成绩来说 应该会有一些起色的 那么安徽文艺俱乐部本赛季的比赛是已经全部结束 尽管没有能够成功的卫免冠军 但是龚鲁明他的这种能力还是不用去质疑的 就像咱们前面说的 在龚小斌确定不可能回归的情况下 那么与其说单纯的用徐昌所 倒不如把这个总教练龚鲁明赶紧挺回来 对吧 甚至在关键时刻 你真的说徐昌所顶不住了 龚鲁明还又可以去顶替徐昌所来去 接管整个求质的大选 这些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后勤保障吧 同时的话我们知道山东南兰的两大外援 吉伦沃特和哈德森目前也都已经进入到国内 在第二阶段回归的概率也将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整体来看 山东南兰在第二阶段的账面实力 无论是在教练系也好 还是在场上也好 都会要比第一阶段有所提升 那目前山东南兰仅仅以六胜七复的成绩 排名第11位 这个成绩可以说是比较的糟糕的 未来如果想要有更进一步的提高的话 很可能是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也希望山东南兰能够在第二阶段的比赛当中 取到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